On Air 那一年系列的专题 那呢就可以在我们的 FB脸书呢也可以看到影片 那我们的这个现场节目中呢 也会呢来为大家播出 首播的这个大爱剧场 20周年的我们这些 戏剧部的同仁们 他们的莫忘那一年 就是来跟我们分享 这些在这样子戏剧的这个 在戏剧部的这个路途中啊 然后呢在制作大爱剧场的时候 有哪几档戏呢 是他们心中可能印象是最深刻的 或是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有很多让他感动的地方 所以呢在今天开始呢 在每天的这个大爱下午现场 都可以听到跟看到 我们大爱剧场的这个同仁们呢 他们来分享的莫忘那一年 还有他们那个心中的那一档戏 那在这个除了我们大爱剧场 20周年之外 大家都知道 今年就是921的20周年 所以呢在我们的FB脸书 大爱网络电台的脸书呢 会在早上11点钟的时候呢 首映就是我们的这个 一样是莫忘那一年 不过呢是采访线上 什么的采访线上呢 就是在921当时1999年9月21号 因为地震以后开始陆陆续续呢 有很多的这个灾情出现嘛 那我们的这些记者们 或是各个部门的同仁呢 就开始踏上这个采访 采访的这个路上 所以呢他们也一起回来 莫忘那一年 那接下来就会再从 9月2号今天开始的 每天的早上11点钟 就可以在脸书FB看到 每一支这个我们 广播部的同仁们 剪出来的影片 那希望呢大家 也会可以一起来回想哦 921当时您在哪里 您做了哪些事情 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后半段呢 就是为大家安排这两个 莫忘 莫忘那一年的系列 一个呢是921的莫忘那一年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大爱剧场20周年 大爱剧场的这个戏剧部的同仁们 他们的莫忘那一年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 还是要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 新闻扫描 带大家来关心最新的天气状况 还有最近的这些新闻资讯 新闻扫描 首先带各位来关心今天的气状状况 中央气象局表示 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只有花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 有局部短暂的震雨或是雷雨 那在午后呢 中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宜兰山区呢 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那在温度方面呢 气象局也提到 在西半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呢 是天气比较炎热的 高温大概会到33度到35度之间 那其中呢 桃园伊北哦 有机会到这个36度左右的高温哦 那在花东地区的高温则是32度左右 所以呢 还是要请各位呢 如果有出门的话 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 并且多加补充水分 再来关心到台风的讯息 气象局早上呢 表示原本呢 位于在这个 菲律宾东边的热带低气压 那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 已经增长为第13号的台风00 那预估呢 未来会将 那未来的这个行径呢 可能是偏北的移动哦 那在3号晚上开始呢 就会 呃 台湾就会受到这个 外围环流的影响 那4号跟5号是最接近台湾的 所以请大家要多加注意了 那另外呢 在这个海南岛南边的 呃 热带性低气压 那预计最快是 今天有可能会增强为 第14号的台风 箭鱼 那对台湾的 呃 影响呢 短时间还不会有影响 但是呢 也请大家要多加留意 这样子的这个台风资讯 另外哦 虽然台湾的这个台 台湾附近的这个台风呢 还没有造成影响 但是看到美国多利安飓风呢 它的这个威力是增强到了 极危险的5级 那在台湾时间2号的凌晨呢 已经在巴哈马群岛登陆了 那当地的风雨是非常强大的 那部分地区呢 已经是分不清楚是海还是街道哦 所以呢 其实是蛮蛮惊恐的 那另外呢 这个多利安 那它最大的这个风速呢 高达了每小时 295公里 那在巴哈马当地表示呢 呃 这是巴哈马史上哦 从来没有见过的飓风 那预计有可能会有 6公尺的巨浪产生 那当地有7万3千多位的民众 以及2万1千多间的房子呢 是受到了这样子一个 大浪的威胁 那另外哦 根据这个国家飓风中心表示 呃 多利安呢 它是很慢的在往西移动哦 那也会在当地时间的 9月22号的晚间 到3号的这个之间呢 会最接近佛罗里达州的东岸 那随后呢 也有可能会往这个北转 那朝着乔治亚州 以及南北卡罗莱纳州移动哦 但是呢 因为这样子一个飓风的威胁 佛罗里达州的67郡呢 已经全进进入了这个紧急状态 那30个学区呢 也宣布周末呢 是全面关闭的 那各地也纷纷开设了这个避难所 那政府呢 也已经备好了18 备好了819000加伦的水 那大约是310万公升 那还有呢 180万的 180万份的这个紧急餐点 可以来供分发哦 那当地呢 也配有28000名的工程人员 就是在停电的时候呢 是会去进行抢修供电的部分 所以其实各个单位呢 都是绷紧神经 积极的在做备战哦 那看到呢 在这个迈阿密 还有奥兰多两个联络处 以及亚特兰大智会的慈忌人呢 也已经做好了防台的准备 那在德州分会呢 目前是已经有 1550条毛毯 那迈阿密以及奥兰多 两个联络处跟亚特兰大智会呢 则是有670条毛毯 所以说如果说有任何的灾情的话 慈忌人呢 会直接立即呢 进行正在以及相关的关怀行动 那虽然呢 我们远在台湾 也期待人人呢 都可以用戒顺虔诚的心 来祈祷这样一个 额 预风呢 不要造成伤亡 那希望这样子的灾难可以消灭 那接下来呢 跟大家来关心哦 进入了9月份了 有许多的新的措施 新的制度呢 上路了 也包括了这个交通的一些新知呢 还有呢 台北市的敬劳卡 扩大使用范围 这些呢 都与我们的生活呢 是息息相关哦 那接下来呢 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哦 9月1号开始的新制度 那统整了大约9项的这个新措施 来跟大家分享 也提醒民众呢 要多加注意 那首先呢 是在这个9月开始呢 台北市跟新北市的连锁 便利商店 还有咖啡店前面的7楼 全面禁烟 全面禁止吸烟哦 那这个违者呢 会将会依这个违反 烟害防治法的规定 开罚2000元到1万元的罚环 那第二个呢 是这个台北市敬劳卡 从9月1号开始呢 就可以扩及到12个运动中心 可以使用哦 包括了这个游泳池 可以用单次的这个扣50点的方式 那健身房呢 是每小时扣25点等等 那可能是以两个小时为限哦 那另外呢 还有单次的课程呢 可能是扣50点等等 所以呢 在这些哦 这个场地的使用上呢 也可以使用禁劳卡 来做上课的动作 那也可以做使用 那此外呢 长者呢 也会也可以呢 共同的来租借场地 像是桌球场地等等呢 每小时呢 就是扣1000点 可以开放多人来扣点 接下来呢 第三点呢 就是这个台北市加码托育补助 就是针对台北市2 2岁到3岁的孩子呢 从9月1号开始 再选择公立托育所呢 或是准宫托所 或是公共的保姆托育呢 每个月是可以 多领2500元到4000元的补助 那如果是选择这个私立的 托育托育中心 或是保姆托育中心呢 则是每个月可以多领 2000到3000元的补助 另外呢 在台北市自强隧道 9月1号开始呢 也实施了区间测速 以及跨越双百线违规取地 那在台北市警察局 士林分局表示呢 这个区间测速的部分 将会针对行车速度 超过61公里的人来做取地 所以呢 也是希望可以借着 这样子的一个取地方式呢 来减少隧道间呢 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频率 还有次数 再来呢 是这个新北 新北捷运公司呢 在9月1号 开始调整了淡海轻轨的时刻表 那在红树林站下午3点 开始到晚间的8点呢 这个班距将会缩短成12分钟 那9月开始呢 也会配合新进的一些司机员 还有这个来完成训练 那一起来投入这样子一个时刻表 跟动这个起务的时间 来缩短下班时间 这样子一个尖峰时段的班距 那另外呢 在这个新北市公有停车场的 这个电动汽机车的停车阁 从9月1号开始呢 停车将要收费了 那这个充电呢 还是维持免费的部分 那新北市呢 总共有82处的工友停车场 设置了211个电动汽车停车格 还有636个电动机车的停车格 所以呢 也要请各位民众多加注意 再来呢 是看到如果说您有想要考取这个机车驾照的民众啊 未来呢 要先上这个公路总局的网站 那完成各种的危险情境的认知测试呢 才能够申请报名考核 所以呢 大家呢 要多加注意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说您有要考机车驾照的话 也要记得赶快上这个公路总局的网站来做查询 那另外呢 这个秋冬补助9月到12月底呢 分成了四大部分的团体旅游补助 还有自由行住宿优惠 以及观光业 有观光游乐业入园优惠 以及工协会办理观光活动优惠 那其中这个自由行的优惠呢 是周日到周五每个房间呢 是折抵了新台币的1000元 每个人限时优惠一次哦 那在旅游到的这个离岛住宿的话呢 则是不分平假日 都可以再多一次的优惠 那每一个房间呢 一样是折抵1000元 那在游乐园的部分呢 是12岁以下的儿童呢 每个人是免费入园一次 那最后一项呢 则是这个单身婚育租金补贴 那从9月2号今天开始呢 开始接受受理申请哦 那会依照这个身份 以及地区不同 每个月可以补贴的新台币金额呢 则是2600元到5000元之间不等哦 那总共有24000户的名额 那在内政部的表示 内政部表示呢 申请方式可以包括了 是零柜申请或是邮寄方式 或是这个线上申请都可以 那主要的补助对象有三大族群 第一个是20到40岁的单身青年 那第二个是两年内新婚的家庭 第三个是育有未成年子女 包括刚出生的孩子胎儿的部分 的这样子的家庭 那如果说您有符合上述的身份的话呢 也可以上网搜寻 来了解更多的详细内容 那最后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哦 在这个柬埔寨的慈寂人呢 他们非常的积极呢 希望让慈善在当地可以落地生根 所以每一年的这个培训课程呢 都有邀请台湾或是新加坡的志工 来去当讲师哦 那在8月25号的培训课程当中呢 同样也是有这样 这两个地方有台湾还有新加坡的 资深慈寂人来帮忙 那有将近50位的新发意菩萨 未来将会投入慈寂大家庭 那最后呢我们就来看这一段 大爱新闻稍早之前的报道 慈寂柬埔寨联络处的志工培训课 邀请新加坡资深志工来当讲师 从四大志业的缘起谈到慈寂人的行仪 包括制服也有神意 虽然我已经穿这个制服 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制服的意义 但由今天我们新加坡的师姐们 来培训课程 我就知道慈寂制服的意义非常重大 慈寂走过53年 近思加封的树立格外重要 每位志工都是传递温暖 不可或缺的螺丝丁 我在发放的时候 不是东西给他 来 你拿着 为什么 这样没有温暖 他只是拿包一个粮食 可是我们给他的 我们这种感恩尊重的给他 他们拿到的不是只有粮食 更重要是心灵的温暖 除了讲师讲课 大家也分组知心相弃 交流做慈善的经验 新加坡来培训这么多次 好像没有真正看到过这么多学员 今天是最多的一次 菩萨的听课的心得分享里面 也感受到说 大家真的是很用心地在学习 那我觉得说有机会能够来这里 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志工爱的耕耘 在柬埔寨逐渐看到善的种子萌芽 相信不久将来也能绿蔭成林 大家新闻 真善美志工 潘晓彤 洪文青 柬埔寨报道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扫描 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听一首歌 这首歌呢是草山的风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 因为我们这个大爱剧场 今年20周年有很多的活动 其中有一项呢就是来跟大家 希望让大家挑选 您最喜欢的大爱剧场的歌曲是哪一首 那我刚才呢在我们的这个脸书上 也看到了8月31号的时候就公布了哦 第一名就是草山的风 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草山的风 草山的风 那是我们拥有的幸福的画面 那是我们拥有的幸福的画面 多少岁月的容颜改变 多少聚散的故事重演 拥抱我们的你 依然在身边 草山的风 草山的风 是划过天际的彩虹 洒下了一片花海 绽放在心中 草山的风 伴随着我们天天的暖暖的梦 欢喜乐 欢喜乐 惊醒了净 沉上了 静静守候 草山的风 是划过天际的彩虹 付出一片的地晴 洋山的风 是划过天际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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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划过天际的彩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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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喜那清脆山林 静静守候 这首《草山的风》送给大家 也庆祝我们这个戴剧场二十年生日快乐 那在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这些 莫忘那一年呢 首先要先带大家来听的是 我们这个戏剧部的同仁 他们的莫忘那一年 为什么要请他们来莫忘那一年呢 因为其实啊 这些同仁们哦 很常都是在我们的幕后 是我们看不到的 但是呢 在他们的心中啊 总是有几档戏 对他们来说是 充满着这个 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那今天呢 要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的这个 戏剧一部的 顾文山的经理 戏剧部的经理 那他呢 要分享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 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大剧场的同仁们 也出动了 他们出动的是要为什么呢 是要去拍戏 怎么把这个莫拉克风灾 跟戏剧连接在一起 完成这样一个 不可能的任务呢 就要来听我们的 顾文山的经理 他的分享了 因为啊 在这个戏剧 要在 当时是一个 临时编辑 然后编剧 然后马上拍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他们却完成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来听这段 在这个 莫拉克风灾 当时发生的时候 因为上任的一句话 所以呢 我们的戏剧部的同仁 就马上出动 将这些 当时灾难的这个情境 然后还有这些志工们 用心的付出的画面呢 把它留作起来 那这些演员 也是非常的 配合 那也接受了 这样子的一个 嗯 怎么说呢 接受了这样子一个 变化 求马上就出动 也把这些 温馨感人的故事 拍起来 在大爱剧场的时候 让大家呢 可以在戏剧中 也看到 真正的 是真实 所以呢 我们呢 一起来看的 这一段呢 就是文山 经理他的分享 我是戏剧一部 文山 很高兴今天 可以跟全球的听众朋友 一起来分享 今年是戏剧二十年 戏剧二十传扬 美善的一些点点滴滴 那么其实在戏剧 制作戏剧节目当中 有很多的 莫忘那一年 那我想属于文山 自己的莫忘那一年 就是莫拉克风灾 当下发生的一些故事 那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虽然已经过了十年 但是点点滴滴都还 记在心头上 仿佛那个好像 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那因为莫拉克风灾 我们到了现场 去拍摄戏剧 所以其实也创造了 很多的台湾戏剧史上 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戏剧其实是 我们把编剧 把剧本写出来 然后在场景上 做一些设定 然后演员放在里面 去完成 把戏拍出来 把剧情拍出来 但是其实在那个当下 我们为了要记录 在泰玛里 或者是高雄 屏东的志工 他们发生的故事 所以我们必须 我们也为了 要争取一点时间 我们就是直接到了 在去做戏剧的拍摄的动作 那在这边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其实这次音源很特别 就是在2009年 因为八八风灾 就是8月8号开始 开始就是对台湾造成影响 那其实我们在8月12号的时候 我们部门在志工早会的场合 跟上人报告说 我们正在拍摄 泰玛里的志工精华师姐的故事 那她剧组也在现场 但是呢 就是说师姐啊 就是说 虽然家里也是有担心的事情啊 因为她的大儿子 其实是在金伦派出所担任所长 其实是失联的状态 但是师姐还是放下了心中的担忧 想办法去关心就是泰玛里族人 还有一些受灾的居民 还有我们几位师姐 其实也是有受灾 但是大家都还是出来抚慰 受到灾害的民众 这样的一个状况 结果上人就是轻轻地提醒了我们一点 那你们应该把这些点点滴滴 想办法拍出来啊 那就因为这句话 我们就 其实对我们来讲 当下室有一点点愣住 想说 这怎么可能呢 剧本都是写好的 都是要写很久 写好了才有办法去拍嘛 那这个临时发生的事情 这到底要怎么拍呢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顾虑这么多了 我们就赶快到拍摄现场 想办法增加这个灾难的这样的一个情节 那其实去到现场 当然就是距离灾区越近 那我们就是会觉得越来的 心情真的是越来越沉重 就是真的就是放眼所及 满目窗移 那个房子大概就是二楼已经变成一楼 那他的一楼的窗户啊 门全部都被漂流木跟泥土 这样整个冲进去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现场那时候经理是肖剧真肖导演 我们就是在现场也是做了很多的记录 那到了现场呢 其实我们也跟师兄师姐报告 我们可能希望在戏剧里面要增加 志工受灾的状况 还有一些救灾的情节 这个就是当时十年前 我们在泰玛里联络处 我们跟很多的师姐们报告 其实当那几位师姐 其实家里都有受灾 那我们就是同时赶快跟他们做了很多的采访 那我们就是要直接在那边编写剧本 然后看现场的状况 然后请剧组直接拍摄 那其实真的一切都要非常非常的感恩 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因为剧组在就在那里嘛 其实我们就赶快跟剧组的制作人 像是辅导啦 像是很多的工作人 甚至还有主要是演员 跟他们说 其实这个状况 我们可能当下要做一些 一点点改变跟调整 希望大家可以全心全意的 一起达成这个目标 那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都很能理解 而且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变化球 就是有可能不知道你要拍什么 剧本可能当下马上才给你 其实拍戏剧组没有计划很可怕 在一个没有任何计划的状况之下 进行拍摄 也就是说我这场拍完 我下一场不知道要拍什么内容 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拍 一直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而我们要完成这个故事 那对我来讲还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受到了一点点小小的惊吓 就是在8月13号那天晚上 那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戏剧不同人 我们就是来到了到那边 我们开始要进行一些规划练习 结果啊就是那个住宿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泰玛里连络的处没办法住 我们就是住在一个简单的民宿 结果呢民宿那边就扣扣扣有那个老板 跟那个益销人员来通知我们 必须要马上撤离 然后就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山上有一个280万吨的艳色湖要溃体 因为连日豪雨嘛 山上累积了很多雨 然后雨量就是造成了一个艳色湖很大 它要它没地方排放 它可能会溃体 所以就叫我们立刻撤走 然后一直有那个警铃声啊 各式各样的声音 那我们就感觉上真的是像逃难一样 就是想办法离开那个地方 回到泰玛里的街上 所以当下真的是可以感受到 那个灾难来的时候的惊恐 对我们也跟当地居民一样 仿佛经历了那个时候的可怕的感觉 那接下来这几天 我们陆陆续续就是在在区的现场拍摄了 那其实我说真的 在那样的一个阶段 其实演员在那样的一个场景里面 我觉得他们没有在演戏 他们就是在感受 遇到了这个状况 他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 被无情的摧残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他们其实就是真真实实的在感 其实演员朋友们站在那里 他就是没有什么台子 他就流泪了 因为他们就想说奇怪 天哪这个大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尤其高慧君 因为他的族人 他是周族朋友 他家在阿里山上打帮 他也是联络不上他的家人 所以他的心情在那个时候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的 更是感同身受 其实我们的演员进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都是非常非常的自然的流露他们的情感 也不大需要去导演下什么指令 就是非常自然的流露他们的感情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 特别情感的戏剧 因为每一个人包含工作人员在当下 其实都很难过 但是也不会非常非常的悲伤 就是大家想要努力的去把 这些记录好好的记录下来 这样子 那这些剧照 就都不是电脑动画 这都不是电脑动画做的 这也不是怎么弄的 那就是在灾区真实的当下拍到的 那当然现场其实 这真的完完全全的跟着我们 慈激慈善医疗的脚步 我们的演员 我们的本尊在同一个现场 在做一整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状况 我们把演员带去 演员就直接跟我们的中间 其实是我们的本尊精华师姐 看着精华师姐 在看大一王怎么样复位主人 然后演员在旁边看 演员就直接演出来 那时候有看到许文宁副院长 张玉玲院长 李生家医师 王志宏副院长 大家都在现场 甚至呢 这个戏还有一个最特别的状况 就是我们要一直的抢时间拍摄 比较紧张的状态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一早就是说 归因事件我们去拍你家 因为家 这个就是他真正的家 结果后来呢 我们看到右手边这个 其实就是已经被国军清理过了 我们还特别去跟国军讲说 能不能稍微等我们一下 晚一点点清理这样子 让我们剧组可以拍 抢时间拍一点画面 都是一直这样子在抢时间 就如同我刚刚讲 其实你不知道你下一秒 你下一个场景 你到底要拍些什么 就是说为了要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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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也是第一天回家 跟着我们去主 一起回到他的家 然后他在整理他的家当 那我们的演员也就是在旁边 看着他怎么样整理他的家当 然后直接在旁边演戏 完全就是 这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这个 大概只有慈悸的戏 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么跟现实生活 这么贴近的一个戏剧的呈现 这大概是台湾电视史上 或是其他电视台 真的是没有 你没有办法想象到的 那也因为有刺激 也感恩因为我们有志工 我们可以有这么 这么的有意义的内容的呈现 对那这个就是 那一天当下的一个状况 那导演呢 现场工作员 真的是非常随机的 赶快的找场景 赶快的看怎么样角度啦 或是怎么样来拍摄 其实都是非常 反应要非常的快 怎么样灵机应变的拍摄戏剧 其实说真的 其实在拍戏的时候 在拍大爱剧场 我们常常在思考的是 什么是戏剧 什么是记录 这个部分 尤其在慈悸的戏里面 你是很难有清楚的分别的 因为我们常常在真实的场景里面 做呈现 也有真实的人物 所以他 为什么我们敢讲我们是真实 因为他真的就是真 差异只是演员在诠释 而我们真实的人可能就在旁边 我们也在真实的场景 弯弯整整的呈现 所以为什么说大爱剧场传扬美善 真善美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我们其实这个系列拍摄了很多部 像《萤火虫之歌》 是在我们高雄纳玛夏 发生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这部戏就没有办法回到纳玛夏拍 因为纳玛夏当时是 整个道路是全部中断的 所以我们剧组是整个拉到台东 红叶村去拍摄 因为那里也有寿宅 其实真的拍摄的当时 这个也不是电脑动画做的 这个都是真的 拍摄的时候也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也有感恩很多当时的一些居民 来协助我们做拍摄 去这么去呈现这个真实的感觉 这个部分在 我们当时在屏东的林边跟家东 我们师兄师姐也有寿宅 像郑秋成师兄 他是经营那个机车行 也都淹水 然后贵阴师姐贵阳师姐也是 有爱不孤单跟爱的足迹 然后因为时间也 我们必须要在比较短的时间 做一个呈现 所以这些级数都不短 都是两级三级五级 但是我必须说难度却是 最高的 从以前回想起来真的是在 这种变化球大到就是只能随机 临时应变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工作人员的 背影 当时有深入灾区的一些足迹 其实我们很多工作人员 包含制作人编剧导演 在谈到十年前的事情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 我相信这个过程在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真的就是很难忘的 莫忘那一年 莫忘那一人 莫忘那一年 那隔年我们 隔年我们也做了八八风灾的戏剧 包含那个在三菱园区的 再见南沙路 还有猪猫与飘乐墓 也做了一个很完整的呈现 那我想这就是我的戏剧二十传扬美善 非常非常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 关于莫忘八八风灾的大爱剧场 大爱戏剧 希望大家有时间我们可以多彼此交流 非常感恩大家 谢谢 刚才呢我们听到跟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戏剧一部经理顾文山他的分享 其实真的是看到光是看到照片就觉得 哇真的是不敢想象 那样子倒塌的房子倾斜一半 剧主就在旁边做拍摄 那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 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可能是用电脑特效来去做的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在大爱剧场里面中 在当时莫拉克风灾发生以后 却是真实的场景来做呈现 所以其实在很多人的心中 包括这些编剧导演 还有我们这些大爱剧场的 剧组的同仁们 都是心中都是留下了这样子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其实在今天这个第一支大爱剧场的 莫望那一年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莫拉克风灾 那大爱剧场完成了这样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那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则是那个 我们这个莫望系列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921 那在921发生前呢 其实呢 发生了这个土耳其大地震 那当时呢 土耳其大地震发生以后 在8月17号发生以后呢 我们在科索沃的四个人的这个赠灾团呢 马上就接到了 当时镇眼上人的这个一个通知 就是希望可以从科索沃直接前往土耳其去协助 去帮忙 那当时呢 就在灾后的三天内就抵达了土耳其 那就去在当地呢 看要如何来协助当时这个土耳其大地震发生以后的状况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也迁了20年 所以呢 在今天这个节目中呢 也邀请到了我们的朱琪姐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 她的莫忘那一年 亲牵土耳其的部分 那在今天早上的11点已经做首播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您没有注意到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在大小现场当中呢 再跟大家来播放一次 来跟大家一起来用心的聆听跟回顾 当时这个土耳其大地震发生以后 那我们的陈竹奇师姐呢 她就回到了 她就到了这个土耳其 那也将当时的这一段的故事呢 还有采放的这个线上的一些心情 还有当时的这个感受 都在我们的这个影片当中 做了呈现 还有分享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的是 这一段分享 在高索沃的任务结束之后 本来就是已经打包好行李 准备要回台湾了 可是突然就接到船针 告诉我们说 土耳其有强症 那我记得当时 阿贵师兄就打电话给在台湾的商人 就是照片中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场景 那他在讲电话的时候 我在旁边听 那大家可以发现我的表情 好像还蛮凝重的 因为第一个是 我们并不知道土耳其的状况如何 第二个是听到伤亡好像蛮多的 所以心头有一点紧张 说即将要去的地方 我会看到什么样的场景 后来我们就借到 当时我们的邦交国马其顿 住了一个晚上 等待转机的安排 就进到了土耳其 从伊斯坦堡的国际机场进去 其实我们很担保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有四个人 也没有带物资 也没有带很多钱 重点是我们没有带狗 为什么要狗呢 搜救犬 那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 还在黄金72小时之内 所以每一个搜救队伍来 都是大批人马 穿着很整齐的制服 带了好几只的搜救犬 这样进到灾区 画面中你可以看到 两旁都是倒塌的房子 然后断垣残壁 我们四个台湾人 走在那样的街道上 心里是很沉重的 因为人丹力薄 然后灾情很大 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很快的我们就有 台湾驻伊斯坦堡 经贸办事处的主管 来跟我们联络 这位黄主任 那他帮我们安排 认识了胡光仲师兄 也认识了当地的红十字会 那因为胡光仲师兄 有投书到台湾的联合报 他以一个身为台上的身份 在那里发出了一个问号 也是一个求救讯号 说援助土耳其大地震 台湾在哪里 因为他以为台湾 完全忽略了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他投书的时候 我们的人已经在土耳其 因为8月17号发生大地震 我们8月19号 人就已经在伊斯坦堡 所以当我们见到胡光仲的时候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欣喜跟感动 他怎么也没想到说 他发出这封投书的时候 原来台湾的爱的力量 已经在土耳其 所以我们就 相见恨晚一拍即合 那一年的那一次 对我来说 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采访 也是我的记者生涯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那一次的采访 是我生平见过最大的灾难 因为每一栋房子 都变成夹心饼干 而且是扭曲变形 那你能想象里头 可能都还有活口 在等待救援 然后外围围了非常多的家属 他们都在等 没有人要放弃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他们都在等 他们埋在里面的家人 所以那种紧张的气氛 跟灾难之大 灾情之严重 是我记者生涯当中 很难以忘怀的 第二个是说 我们去到当地的时候 因为语言不通 所以你没有办法 用任何的语言沟通的情况之下 你就匕首画脚 那我们去到了当地 就走访了很多红十字会 应该说是红星乐会 所设立的帐篷 那你看到每一个人 他跟你语言都不通 你就跟他比 你好吗 安心吗 握握他的手 抱抱他的肩膀 或者是跟他拥抱一下 那他会觉得说 你传达的是一份善意 因为我们只有四个人嘛 所以等于是说 做所有事情 大家都要一起 比方说 白天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去振灾 那这时候 我就放下记者的身份 跟着阿贵 跟着艳学 一起去 看灾 一起去 访试 也一起去采购 我们要发的 毛毯跟睡店 到了晚上呢 他们就跟着我们 一起去传卫星 传画面 一起在那里 剪接说 这个画面好 那个画面好像怪怪的 然后我们又一起 在研究说 这个阿嬷到底在说些什么 然后你稿子写好了没 我们要去传画面了 因为当时定卫星不容易 比如说订到了一个卫星 可能只有十分钟 你要完成你的所有传代的工作 还要跟家里联系好 所以那段时间的革命情感 我们四个人非常的要好 因为大家一起做同样一件事情 你很忙 你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睡觉 因为当你稿子写完 传完的时候 其实也快要天亮了 然后我们又要出门了 对于记者也好 对于身为词记人也好 那个身份多重交叠 充满了挑战 可是也充满了很难忘怀的记忆 事隔二十年之后 再次回到土耳其 是我自动请因的 因为我一直想知道 二十年前我所去过的 那个灾难之地 现在变成什么样 那当然大家可以想象 是房子也复建了 孩子也长大了 受灾的人们 也逐渐脱离那种心理的阴霾 这都是地震二十年之后的 你可以想象的重建 那有两个比较特别的是 第一个我去到了 我们当时盖三百户大爱屋的地方 叫做歌掘 那房子其实早就拆掉了 房子的所在地 你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地基还在 就有一点历史的痕迹在那里 然后房子的旁边盖起了一所高中 最特别的是这个高中的校长 看到我们穿的制服 主动来告诉我们说 他小时候就住在大爱村 当年他才19岁 他就住在大爱村的旁边 那现在他39岁 他已经是这一所学校的校长 这都是大爱村拆掉之后 才建的学校 那他也描述了说 当时大家都称 那个大爱村叫做台湾村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台湾人来盖的房子 那大爱村的周边也盖起了很多的 类似国民住宅 很多人住在那个小山坡上 这是第一点特别 第二点是 我一直看着胡光仲师兄 他现在可以照顾这么多的难民孩子 你看我们的满纳海 有超过3500个学生 那我们照顾的家庭有好几千个 这都是难民 他们来到土耳其落地生根 所以我就一直看着他 就会一直想说 如果当时没有我们的镇灾 没有认识胡光仲 没有这一颗种子 那今天就不会有满纳海学校 不会有自己援助土耳其的难民 不会有点点点点的这一切 所以你就突然会想到 上人告诉我们说 不善种子生百千万 那么不经意的那一颗种子 会是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刚刚认识胡师兄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说 我是穆斯林哦 那你们是佛教徒 所以我们一开始发放哦 他都是这样背着手 就在旁边看 他也不会进来发 他也不会跟我们有太多互动 因为我觉得他在观察 他在观察我们是怎样的 然后你就看到他一步一步地走进来 一开始他就在外围看 然后慢慢地他就进来 在柜台的旁边的旁边 打包啊问候啊 然后一步一步地 可以走进我们的发放 到最后他可以亲手发给 那些受灾的土耳其的地震灾民 一直到现在 他可以成为慈祭的第一颗 穆斯林的种子 受证的慈祭委员 做慈祭也同时 做穆斯林的工作 在二十年后 我在重返那块土地的时候 我一直看着胡师兄跟如意世界 其实我内心有非常大的感动 确实是可以用圆满两个字来形容 我想要圆满这一段跟土耳其的因缘 我也找到了当年一些参与搜救的人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又飞到了台湾来参与搜救 所以当我在去到九二一地震的灾区采访的时候 我认出了他们的制服 我就告诉我的伙伴说 这个 这个 我上个月才在土耳其看到他们 他们这个月竟然又来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缘分很特殊 那我再次回到土耳其 对我来说 就是好像想要圆满二十年前 你在这里埋下的一个缘分 那你再一次地把这个缘分牵起来 并且圆满它 那圆满的意思并不是说 我以后不会再去土耳其 而是我想要把这一份缘 串联起二十年的时光 我也改变了 土耳其也改变了 胡师兄也改变了 可是我们之间在这二十年当中的 那个缘分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对我来说 是画下一个很美好的句点 再一次地去到土耳其 访问一些关键人物的时候 我会告诉他们 二十年前我在这里 那我会拿当年的影像 给他们看 告诉他们 这个绑辫子的 这个就是我 所以他们也会 哦 是你 那欢迎你再次回来土耳其 类似这样的概念 其实那种感觉还真好 对我来说 当九二一发生的那一个凌晨 应该说那个夜晚 其实心里是很惊恐的 因为当我十几天前 才在土耳其看到 房子能够倒成这样 人被压伤了 死亡了 抬出来的肢体破碎 能够变成那个样子 就是你的人生完全破碎了 那种感觉 然后当九二一发生的时候 因为我住在一个公寓的顶楼 等于是六楼 房子摇得非常厉害 那东西通通都掉下来了 我当时的第一个感觉是 难道我们会发生 像土耳其那样吗 我的房子会从六楼 变一楼吗 我会被压在底下吗 我会死亡吗 类似这些的想法 真的第一时间 窜上我的脑门 因为九二一也是我的人生 当时二十多岁的人生 第一次遇到 摇得这么恐怖的一个地震 所以当时第一时间 真的这样 然后我就接到了 陶凯伦打电话给我 问我说 你还好吗 你在哪里 然后李彦学也打电话给我 你还好吗 你在哪里 然后岳阳电话 阿贵也打来了 你在哪里 对 就是你知道那种革命情感 真的是非常的浓厚 然后隔了不久 天亮了 我们就发现 东兴大楼倒了 就在我们住的附近 所以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 难以形容的刻骨铭心 而过了不久之后 我就到台中去镇灾了嘛 那跟随上人一路的在灾区 然后有一天 上人就问我说 那九二一发生的时候 你在哪里 然后我就跟上人描述了 我心中的害怕 阿 你也怕你哪里都没跟我说 可是我是觉得 上人都这么忙了 我们这么一点点 小害怕 有什么好说的 可是也很贴心 就是说 你这么一个小人物 小小的记者 上人竟然会关注到 阿你也怕吗 阿你也怕你哪里没跟我说 心里还是蛮感动的 我觉得我很幸运 如果套句词记的话来说 就是很有福报 因为在我的采访生涯当中 我有非常多的机会 去认识各种不同的词记人 有时候只是一句话 会带给我非常大的启发 或者是长久的生命的影响 我还记得我在土耳其跟阿贵一起去买毛毯的时候 第一时间的振灾物资其实非常的不足 所以我们要买到三千条毛毯非常不容易 等于是这一家买五百条 那一家买两百条 这样凑起来 那你知道连凑到三千条都很不容易了 结果最后当我们通通买齐的时候 阿贵就突然灵光乍现地问当地的人说 土耳其人有没有不喜欢什么颜色 就是如果他们不喜欢的颜色 我们就不要那个毛毯 对 可是当时我其实还蛮生气的 因为我觉得陪着你跑这么多地方 要凑到三千条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在挑颜色 可是他跟我说不对啊 你看人家是穆斯林耶 万一他们有很忌讳的颜色 那他拿到他会心里也会有点疙瘩 那这个故事我是要告诉大家说 你看我们在振灾的时候 能够这么细微的去替灾民设身处地的着想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阿贵是影响我生命很重要的一个人 因为我有很多的机会跟他合作 不管是振灾或者是相处 你都会从他身上看到一些很深刻的 慈悸的精神 那我有福报是 我从这些人身上或他们的生命里 看到什么叫真正的慈悸 那会影响我后头二十多年的人生 因为你知道记者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累 如果你没有使命感 你很难坚持下来 你每一次拖着极度疲惫的脚步 疲乏的身心 你还要去面对很多的变数的时候 你其实一定会常常想放弃 可是你每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你就想到那些慈悸人给你的启发 他们一直在做给你看 他们给你的教育 身教也好 研教也好 你都会觉得 那你还要继续往下做下去 因为你认识了这些人 他们启发了你的人生 让你有一个更好的价值 更好的方向 当我挫折的时候 我会想起这些事情 我就会觉得 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刚才我们听到跟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的陈珠奇经理 她的分享 我真的是听到了很感动 清迁土耳其二十年 二十年前她去到了土耳其 结下了这一份圆 那二十年后又再一次踏上土耳其这片土地 回去看看 也看到了当地 也碰到了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 当时住在大爱村里的居民 听到就真的很感动 其实未来的每一天呢 在从今天开始 接下来到二十号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十一点钟 我们都会在大爱网络电台的脸书 为大家首播这些记者们 当时在九二一时的采访线上 也是他们的末望那一年 那一年的她在灾难的现场 记录下来的瞬间 也带给她心里中 非常多感动又深刻的印象 那期待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影片以后 都帮我们多加的分享出去 跟大家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 来观看 那也一起来回顾 自己的末望那一年 甚至是在九二一当时 您在哪里 那今天的节目解到为生咯 大家今天呢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末望那一年的系列 也期待人人呢 都不要忘记 您生命中那样重要的时刻 每时每分呢都要记得 那也期待人人都可以 末望那一年 回顾当时的情形 那找到自己宣明的价值 那最后呢 跟大家分享 最后这首歌是 《路要自己走》 也是大爱剧场的这个 主题曲票选中的第三名 那跟大家分享哦 大家再见咯 我知道对你来说 这世界有一点复杂 我知道你肯付出 却不懂该如何表达 我知道你不喜欢 承认世界的伪装 我知道关于未来 你有自己的想法 天地万物都有存在着世上的意义 没有一个人有放弃的权利 我会牵着你的手 但是路要自己走 面对选择的时候 听听心底宁静的角落 有一天我会放手 因为路要自己走 失去方向的时候 记得抬头仰望 清澈的天空 我知道对你来说 这世界有一点复杂 我知道你肯付出 却不懂该如何表达 我知道你不喜欢 承认世界的伪装 我知道关于未来 你有自己的想法 天地万物都有 存在着世上的意义 没有一个人有放弃的权利 我会牵着你的手 但是路要自己走 面对选择的时候 听听心底宁静的角落 有一天我会放手 有一天我会放手 因为路要自己走 失去方向的时候 记得抬头仰望 记得抬头仰望 清澈的天空 我会牵着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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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路要自己走 面对选择 面对选择的时候 听听心底宁静的角落 有一天我会牵着你的手 有一天我会放手 有一天我会放手 因为路要自己走 因为路要自己走 失去方向的时候 记得抬头仰望 清澈的天空